蔡英文民调持续低迷 现在党内有人忧心 接下来可能不止影响到2020年选举 甚至连党内民代选举也可能整个崩盘 民进党大佬林卓水就表示 希望蔡英文能放弃连任 让民进党不要输得太难看 民进党去年九合一选举惨败后 当局调整策略 改以网红政治加强政策宣传 不过地气没接上 反而让基层出现更多怨气 尤其表现在即将举行的民代补选上 台南第二选区和新北三重 原本是绿营传统铁票区 但此次民代补选却呈现蓝绿五五波拉锯战 民进党整体士气低迷处于劣势 民进党大佬林卓水认为 是受蔡英文民调低迷所拖累 建议另外推荐一个 他认为最有竞争力的人参选 如果他能够另外推荐 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人 可以至少保住我们的立委 不要选得太难看 今年初四名独派大佬就曾大动作登报 呼吁蔡英文放弃连任 现在民代补选前夕 民进党大佬林卓水再度向蔡英文发难 林卓水认为蔡英文民调持续低迷 不仅拖累此次民代补选 更不可能竞选连任成功 甚至会影响明年民进党的民代选情 有分析就认为 如果3月16号民进党民代补选失败 蔡英文就会被民进党抛弃